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科學六 我首先要問一問陳藥博士一個問題 你覺不覺得心理學是科學來的? 其實很看什麼 即是哪一範 現在越來越多的臨床 尤其是關於神經科學 醫式那些研究 是真的用了一個很高度精密科學化的手段去研究 那些我認為真的是一個嚴謹的科學來的 甚至乎我最近才剛才知道 有一位以前我和他一起做節目的其中一位朋友 他原本在美國做了心理學的教授 後來去了香港大學做 後來現在離開香港去了日本那邊 後來我知道他最近不是心理學的教授 他簡直是一個生物工程的教授 其實應該是因為他裡面是關於神經元那些研究 是用上一個很精密科學的方法來去做 而他自己本身就是在做心理學研究的時候 他的研究方法是比較著重這些腦電波研究 MRI研究那方面從那裡去研究人的意識 和神經運動 所以在這裏來說 學科的交集的重疊是越來越多的 我們看到人工智能和生物學 人工智能和計算機科學 人工智能和物理學 或者甚至乎連人工智能本身的物理學 就是那個搬了去那個物理學 諾貝爾物理學獎那裡都有 那現在就輪到就是說 你可能人工智能研究人的腦神經元運動 然後到你心理學要分析一些這樣的 由實驗的數據的時候 你要用到那個計算機科技 然後那個神經元科學也是一個數學 物理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 四科混合的一個一門這樣的學問來的 所以我會說 心理學如果你說舊式的心理學 我不會說它是一個科學 但是一個新派走向21世紀的心理學 它就牽涉到的科學手段 我會覺得可以是一門科學 但是今天我們講這個就是舊式科學 舊式的心理學就不是新設的心理學 這個就是Philip Zimbardo 就是一個斯丹福大學的教授 就是91歲的過山 大家會問教授過山是什麽重要呢? 因為這個教授是一個著名的實驗的主導者 就是斯丹福監獄實驗的計劃 這個實驗已經舉世著名的了 因為有這個實驗就拍了一部電影 我也有看過這個 模仿裡面的那個情節 我簡單說這個實驗是怎麽樣呢? 這個實驗應該是在70年代的時候去做的 就是找了一班學生 就無疑呢? 你現在是坐牢的 那你就扮獄獎 你是扮坐牢的 你是扮其他職員 那於是大家就國安官份 就真的就是扮了 那但是白馬當作真啊 那些人真是代入了那個角色 那這個實驗就想證明什麽呢? 就是說其實我們所謂的那個良知 我們的道德感 不是一個那麽... 就是好像說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測恩之心人家有志 而是說當你在某一個處境的時候 你就要跟那個處境所需要去做那樣東西了 那由於這個實驗就做到最後 那些人真是癡了線 或者接近癡了線了 所以做了一下的時候 到最後就不做了叫停了 那這個形成在70年代 這個是非常非常之致命的 就是在心理學裏面 其中一個最著名的實驗 那對於這個實驗呢 就是你作為科學家 你可以講了些什麽呢? 那我純粹都說科學不科學啦 那你講真的 你做一個實驗呢 我都覺得它有一定的科學成份 但是都是啦 現在牽涉到真的找人來做實驗的時候 就一定是有一個實驗道德的問題 而很多時候你就算找人來做實驗呢 你怎樣確保那個實驗 那個風險會不會帶來一些不可逆轉的損害呢? 那似乎在這個實驗那裡就沒有考慮周長 也都可能因為太多我們想不到的後果啦 那在這裏其實都很有趣啦 你如果不要當人是一個 我們好像有靈魂有意識的人 你如果把它當成一個細胞層面來做實驗呢? 一樣我們可以叫做 你把細胞擺在不同的環境看它的行為會是怎樣? 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生物學的實驗手法來的 所以你說從它那個實驗方法來講 我會覺得 它有它的科學成份在裡面 就是它不是純粹就是 一幫人去記錄一個經驗這麼簡單 而是它都真的設置很多條件 有些條件是開著的不開著的 控制不控制的 從而嘗試去分析一下 哪一個條件是相關不相關的 那它有一定這樣的成份在中間的 但是也要說實驗的經過就是網上也有些資料 就是開頭的時候都相安無事的 安安分分的 直到開始就是你都不可以說誰了 究竟是先囚犯挑機 還是那些獄卒開始挑機 OK 然後就有人越玩越大 其實你看過電影都知道了 有人就說不用這麼認真啊 做一場戲而已 完了之後大家就變回自己 但是有人說不是 我現在在遊戲裡面 我就要做這個角色 我就要做這件事了 慢慢就是失去了一個制約和平衡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電影裡面就說到裡面就是 說到殺人啊 死人那樣子啦 就是死了人了 但是現實上應該就沒有說到有死人 但是就已經是有實驗參加者 已經說是嚴重抑鬱啊 就是受到一個已經是一個不可磨滅的陰影啊 已經存在了在這裏了 是啊 你說的是對的 其實裡面理論上沒有什麼的 只不過那個人參與受驗 穿了一個制服之後 還有那個人進了一個 他覺得是真正的監倉之後 很多東西 就原本在那個實驗沒有要求的東西就做了出來 例如什麼呢 他其實很簡單的 就叫你現在就是阻礙藥桌 你看著他吃飯 你看著他晚上就睡覺 是這麼簡單的選擇 但是玩了兩個禮拜之後呢 開始有一些語言上面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挑機啦 語言上面的衝突啊 那在那個的囚犯的角度來講就是 這些是虐待來的 心理上的虐待 在那個辱桌的角度來講就是 這個人是不是在玩東西啊 就是想做什麼東西啊 他真的信了自己 其實那個實驗最重要的是 他真的信了自己是虐卒 那個囚犯都是信了 真的信了自己是囚犯 所以那個實驗本身在求證 還有一個想找的一個 想解釋那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在人類社會裡面 那個權力的分配 就是如果你說最初去做實驗 大家收這麼多錢嘛 那你也是學生 我也是學生 那大家那個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嘛 但是他製造了一個 模擬的權力不均等的情況出來的時候呢 原來那些人很快去代入了 那這個就跟其他實驗不同了 就是說呢 在我們那個道德的建構裡面 我們道德的基礎裡面呢 其實我們已經建立了在社會裡面 有hierarchy 有層 就是如果用了操作的講法就是說 大家領分 誰高 誰低 誰低 不會大家這麼高這麼大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 如果你說在科學的研究裡面來講就是 我們會問就是這個權力的概念 就是說有人會重要過你 有人可以對你施加的權力 是不是建立了在我們那個道德的那個結構裡面呢 嗯 當然不僅是在說在那個對於社會科學的人民層面的 如果你一直追蹤回呢 由這個70年代到今時今日呢 這一類這樣的關於心理或者關於權力 這些研究是有人做很多的量化的分析的 就是譬如說你那個權力 實不受制衡 你的權力是多還是少 你的階級是屬於level幾高還是低呢 你其實有權去做少量化 然後就是將它擺放一個數學模型來去模擬 最後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的 所以這些也可以說是一個叫做電算模擬 一個博弈理論裡面呢 是可以將它變成一個量化分析來去分析一個結果 所以你發覺這些這樣的實驗籌失 這些這樣的實驗呢 最後放進博弈理論上呢 其實是有人將它做一個量化分析的 而最後也都給了一個答案就是 今時今日就是對於這個社會來講 由這個這麼簡單的實驗 歸納出來的數學模型 再可以幫我們解釋到多少這個世界呢 還有它告訴我們哪些的措施 哪些的制度才是比較合理的呢 其實現在呢 可以說呢 我們有一個比較叫做 不只是人民方面 而是真是社會科學 甚至乎一個數字化科學的一個解釋 是啊 那想出這個實驗是很厲害的 所以大家看到了 連在這個實驗那個地方 都弄了一個牌出來的就是做過當初的實驗的 除了這個實驗之外還有一個更加厲害的 大哥已經死了很久了 但是在這裡你要再看一看 那個實驗你應該聽過 那個實驗的確定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呢 現在你找人出來 那旁邊就有一個 你看不到的一個實驗室在那裡的 你就問那些問題 那如果它答中了你就掌勵了一些 如果答錯了呢 你就按個電鍵 按一按它 是 原來那個是假的 就是它答錯了 其實那些答案全部都是錯的 所以你要按它怎麼看呢 你就嘗試去適應 究竟對方想要一個什麼答案 不是啊 這個不是行為主義來的 是越按那個力度呢 電的那個力度是越來越大的 是電到那個人呢 是叫救命的 OK 但是旁邊人說不用怕啊 你電它就繼續電它 它答錯了你就電它 那原來這個實驗 就是一個心理學家 叫Stanning Milgram去做的 他是想證明了什麼呢 就是當一個人呢 如果你給了一些理由他 去虐待其他人 其實他自己不知道的 對方真的沒有這個人在 不過他是扮喊的 你給了一個理由他呢 他是可以盡情 就是不會計較那個後歸虐待對方的 你明不明白那個概念是怎麼樣的 其實最初是騙你的 對面有一個人就從你做實驗的 是的 你就問他問題 他答對的話你就獎勵他 可能給他一些討論 如果他不對的話你就電一電它 最初是這麼說而已 那大家在做呢就是 你繼續做我們做第二個 level 你加強電力 就看他答得會不會準確一些 那那些人就真的相信了 那些人就說 那些人又繼續答錯了你就繼續電它 電到最後那些人叫救命了 那有些人就問 喂他叫救命好嗎 不用怕啊 他答錯了你就要電它 原來很多人是去到一個percentage 我忘記是個百分之五十呢 是會繼續按那個電制呢 是去電其他人的 那為什麼有一個這樣的實驗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猶太裔的新學家來的 他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納粹黨的時候 有這麼多正常的人呢 會突然間做出一些虐待人的行為呢 原來發現呢 這個實驗是非常引起爭議的 這個不牽涉又不是集對黨的問題 基本上所有人呢 在人類裡面 過了百分之五十的人呢 如果聽到指令 你真的去做一些事情呢 他不理對方 痛不痛苦呢 沒有的 在我們周圍看到的社會已經充斥著這些例子 就是我聽明白你說的例子 我覺得已經想到很多 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到周邊的例子 有些可能還是一般我們認識的 可能我們過往覺得是得高望重一點的人 你會發覺今次一齊去幫忙去按這個按鈕 是啊是啊 那所以呢 你不要說心理學是分這個傳統還是現代 其實傳統的心理學家 其實讀過很多實驗的辦法出來 都是相當之厲害的 這個實驗本身呢 到現在呢 都是心理學實驗裡面 一個最經典的實驗的方法來的 那見不見了 那你聽了之後呢 你覺得心理學是不是一個科學來的呢 這樣說吧 我也是維持剛才那個答法 你要這樣說 它數不數字化呢 就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來的 因為你就算很多的生物學最初的時候 你發現一些東西的實驗 它不需要一定用到一個計算在裡面 但是你那個叫做 假設求證那個正偽的方法 裡面你建立的實驗 有沒有一個很好的條件控制在這裡呢 就決定了你最後能不能夠給出一個 很獨特的一個結論來 將你那個本身的命題去正偽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方法來的 所以我會覺得無論是你剛才說的那些 milgram的實驗 講到甚至乎那個實驗籌室 有些甚至乎講到 其實你每一個實驗 最後都有人去挑戰 去挑戰你那個實驗方法那裡 究竟是不是控制得好 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原來你忘記了控制呢 總是會有人挑戰 其實就是一種科學裡面用到的實驗手法 所以我會說 至少在這些例子裡面 我都會覺得他們在做一個科學的實驗 是啊 只不過就是不是一個量化的實驗 但是剛才我們說的 Stanley Milgram這個 是對於服從性的實驗 就是有人告訴他 那些人是怎樣的 你過去打他 有些人就會想 我打他對不對 這樣就未必 因為這個才是一個什麼問題 他是一個人來的 我們可不可以虐待他呢 我發現很多人 一聽到指令的時候 是不會想這些事情 就會繼續做 盡管有猶疑呢 他們都會繼續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想想 人的良知 是不是一個我們與生俱來的 心理的質素呢 那希望大家將來會做一些 關於人的良知的實驗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東西 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做 shakeshifter 的東西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個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提過的 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假裝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啦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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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